乌塔菜鱼鱼汤 这是这样的 长得密密麻麻的 拿着手上的手感都感觉到菜缸里面充满了水分 鱼鱼肉是在Costco买的 用盐腌好的鱼鱼肉 肉质非常的紧实 上面全都是一层盐 把鱼肉放在水里面泡了三天 放在冰箱里面 每天更换一次水 鱼肉切成片状 这个肉质就已经非常松软了 如果是在盐腌的时候非常的硬 乌塔菜洗干净以后 不是一整颗 而是把它菜叶都分散 等水煮开以后将鱼肉放进锅里 鱼鱼熟的时候 它这个肉质就会变成白颜色 就说明鱼肉熟了 汤色也慢慢会变成乳白色 慢慢的搅动一下 鱼肉如果熟了以后也会变成白色的 变成白色就说明已经慢慢熟了 我就等着它水微微的滚 不是要大火 这个鱼的汤你看就变成了乳白色的 那微微的滚了 有这个水就开了 然后就把这个鱼掏出来 你看这个鱼肉就剩 这样的就熟了 已经闻到那个鱼肉香味了 这时候把这个菜夹进去就行了 我选择的是中火 慢慢的让这个汤滚 为什么用乌塔菜做汤 我觉得这个乌塔菜做汤呢 菜感和菜叶都比较脆 而且还有菜的青菜的甜味 而且鱼虽然泡了三天 它本身的肉质里还是含有那个盐分 所以如果根据个人的口味吧 只要稍稍加点盐就行 并不是说要加很多的盐 有的口味比较清淡的人 不加盐都可以 我是选择加一点盐 加点胡椒 再加点香油 完全就是青菜的香味 等它这个水滚了 你看把它丢进去 这个菜变色了 这块滚了 就说明这个汤就好了 可以关火了 这时候闻到的就是 鱼肉的香味 那这时候雪鱼是白色的了 就熟了 再加点香油 也可以加点胡椒 美味的乌塔菜雪鱼汤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